化學風化就是分解作用 岩石的成分發生改變 這樣叫做化學風化 水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因為水會產生很多作用 國中沒有名詞 高中的水解水和水蛙溝 這個名詞 反正就是過過水會產生很多作用 所以水是促進化學風化的最主要因素 譬如說 溶解 水可以溶解鹽巴 還有三個腸石我們講過 腸石可以風化成高磷土 然後做陶石的原料 就是它的金屬離子被雨水淋起而流失 結果腸石就變高磷土 老師啊 我們理化老師教 溶解式物理變化 你為什麼跟我講溶解式化學風化 原因一 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是錯的 雖然台灣的考都這樣子考 錯的 常溶與水當作物理變化可以 鹽巴溶與水是物理變化 所以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是錯的 指式考試還是這樣子考 因為我們考慮這樣子考 第二個 理化跟義科看的東西不一樣 理化看的是那個鹽巴 看的是那個糖 你如果看到這個糖 外面是這個糖 丟到水裡面把它拿以後還是這個糖 叫做物質沒改變 叫做物理變化 義科看的是就好 石頭 這個石頭裡面本來有鹽巴 下雨之後把鹽巴融解掉帶走 石頭從有鹽巴變成 沒鹽巴 成分發生改變化解風化 所以義科跟李化看的東西不一樣 還有 我就不要 我要問嗎 我要問 好我問 這個是你們二年級下學級學的可力反應 記得嗎 好不要問好了 我才有問後會傷心 CNCO3加2H正產 真CN2增加只有數加數數 可力反應 正反應是碳酸在溶解 形成石灰岩洞 必反應是它在沉澱形成中乳酥 有勾起你的回憶嗎 沒有 完蛋了 回去看 二年級下學期可力反應那邊 好 它碰到酸 石灰岩 微酸性的地下水 酸性地下水溶掉 形成石灰岩洞 重新密反應 產生沉澱 換磚蓋沉澱 下上面叫中乳酥 它叫做食嘴 裡面叫做食柱 你叫過吧 有勾起你的回憶嗎 還是沒有 真的太難過 回去看理話 這有勾起你的回憶嗎 石膏的成分什麼玩意 有記得嗎 我來問一個人好了 石膏是化學士是什麼 帥哥美女 噹噹噹 No.4號 4號 4號是誰 4號是誰 很好 我喜歡 來 石膏的化學士 CASO4 CASO4 中文叫做什麼 硫酸蓋 很好 我喜歡你 對了 硫酸蓋 你們老師教的時候有沒有分那種 你們老師教的時候有沒有那個 沒有結晶水的 兩個 LOCO 兩個硫酸蓋 一個解晶水的 一個硫酸蓋 兩個硫酸蓋 的化學士給你們看 石膏使用食膏硬石膏 沒有嗎 那個就算只要沉默你們 石膏流山蓋 這個叫緊緊整 也是化學風化 下一個 這個 先看照片 藍牙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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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石頭後來我會看他一定的樣子太一樣 這個好醜 顏色完全不對 下一個比較好看 風化紋 都沒講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 那個就是氧化鐵 就這裡寫的 氧化鐵 韓鐵的 氧化之後變成黃核色 紅核色的氧化鐵 然後沉變下來 一圈一圈的紋路 叫做風化紋 秀染 風化紋 這叫鐵氧化 鐵氧化是什麼風化 化學風化 化學風化 好 再來 植物的根分泌有基酸 海藍植物 長在那個陰暗的角落 然後附在石頭上 它的根分泌有基酸 把石頭分解掉 它的根能夠插進去 這種也叫做所謂的化學風化 我個人講這個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講蚯蚓 因為蚯蚓既有物理也有化學 蚯蚓在地下邊 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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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 這要是風化作用 重新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先看圖 這會出現在所謂的 鹽性均勻的石頭上 什麼叫做鹽性均勻 內外的組成 構造成分都一樣 叫鹽性均勻 所以誰比較突出誰 就會先被幹掉 我們大家都一樣 所以誰突出誰就被幹掉 所以突出的都被幹掉之後 就變得圓圓的 大家都不突出 然後呢還有很多裂縫 就盛進去 空氣的那些 會風化 可能就往那邊挖 挖出一圈一圈的 這樣叫做同心圓風化 然後呢 挖在一身 一片一片掉下 叫做洋蔥狀剝落 所以鹽性均勻的石頭 會有同心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注意 要鹽性均勻 才有同心圓風化 那如果鹽性不均勻 我後面會舉一個鹽性不均勻的例子 我後面會舉一個鹽性不均勻的例子 鹽性均勻的 就有同心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洋蔥狀剝落 好 那你一眼滲透 OK 看一下就可以了 家文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問 這個 月球的風化跟地球的風化有什麼不一樣 答案 答案是 有物理風化有化學風化 一 都一樣 有物理有化學 二 不一樣 既沒有物理也沒有化學 三 不一樣 有物理沒化學 四 不一樣 有化學沒物理 哪一種 然後 還有 你告訴我有物理 告訴我例如怎樣的物理 有化學 例如怎樣的化學 OK 月球 暗示你 月球沒有水沒有空氣沒有生物 月球沒水沒空氣沒生物 請問你 月球上有沒有風化作用 有什麼風化作用 都沒有 都有 有物理 沒化學 有化學 沒物理 多少 哪一個 帥哥來 你們辦應該沒有39吧 21 21號 起動 很好 剛剛好 現在這裡 鏡頭都不用轉 怎麼玩 小帥哥 喂 月球上 有物理有化學 沒物理有沒化學 有物理沒化學 有化學沒物理 如果有 有物理要舉例 有化學要舉例 很多人 可以 終於 走 沒有辦法 噓 牛 火 你 發 到底幹嘛 有物理有化學,沒物理沒化學,有物理沒化學,有化學沒物理 有物理沒化學,要不要舉個物理的例子啊 崩裂,為什麼會崩裂 為什麼會拿到那邊兩塊 你們說 好啦,你答對一大半 就這樣 月球沒有水,沒有空氣,沒有生物 基本上沒有化學風化,但是有物理風化 一種,一種 天上掉下來的石頭,隕石撞擊,把石頭打碎 這叫做物理 一種,月球的溫差大 熱障人說熱障人說石頭碎掉 所以月球有物理風化,沒有化學風化 有怎樣的物理風化 有陰陰石撞擊碎裂的物理風化 有因 熱障溫差大,熱障人說造成的物理風化 造成的物理風化 所以月球有物理,沒化學 OK 可以嗎 帥哥美女可以嗎 可以嗎 我講過 我講過不需要一個字不落的造鈔 只要意思對我要太懂就可以了 寫個月,有物無化,就好啦 物,熱障人說,隕石撞擊就好啦 不知道 不需要一個字不落的造鈔 重點是要記住 月球,月球表面沒有物理,對不起 有物理風化,但是沒有化學風化 有怎樣的物理風化 有因為溫差大,熱障冷縮造成 岩石碎裂的物理風化 還有因為隕石撞擊所造成的物理風化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好嗎 好